3,2,1,開始 我叫肖春生 肖春生 你把這面給找回來 走啊 溫哥那片海呢 主要講述的是 70年代 北京青年的一些青春歲月 我們是生動還原了他們的生活 工作 情感 以及追逐夢想的一個過程 我是經歷了這麼一個年代的 中國思想空前解放的一個年代 最熱血最飛揚最青春的年代觀眾的 看到他們的父輩 他們是怎麼青春飛揚 我覺得這份情感 是能夠打動現在的觀眾的 希望能夠以小見大的展現時代發展 帶給這一代青年人的一些影響 那我想的也是近些年來 少少少有聚焦追憶 70年代青年成長奮鬥的一個故事 草奇圈了一萬多平米 就是草奇圈當年的尺寒冰場 就是這樣 多夸把鞋給你割這兒了 謝謝您 這套鞋的話得15分鐘 要專業的話一個半小時吧 體質磨到堆毛斷刃嘛 差不多 煙筒啊 煤啊 白菜 還原的是我們那個年代 生活在北京城的那種純粹 走在那個景裡面你就感覺 哇 這就是我看劇本的時候 腦子裡面的場景 就好像回到了那個年代 有一種像穿越的感覺 每個家庭的布局 家裡的那個氛圍裝修 都是那個時代才特有的東西 我們蜂蕾 我們蜂蜂蜂蜂蜂 它就是有那個年代 既要有年代感 還要有當年那種時尚的影子 年輕人的與生俱來的 心懷天下的情懷 海的主色調就是藍色 小梅就希望它能體現出 像水一樣海納白穿的那種效果 掛在脖子上面那個手套 那個真的是我小時候 在我的語文課本裡面見過的 我穿著70年代那個衣服 感受一下他們那個時候 就真實的生活是什麼樣 怎麼能把這個年代的質感拍出來 到族裏做了一些試片 70年代強烈的光線 欣欣向榮那種感覺吧 冰場其實是挑戰最大的 畫圖子經歷了很長時間 嘗試現場那個冰車 它可以隨意組合冰上身 在人群裡遊走 這些都是之前沒有過的 真正一部戲的成功 是你身邊所有工作人員 跨不到受了給所有演員和國製片的 真正的音訊怎麼進來呢 是從小看的 它對藝術的那種執念 比我還差 非常細 呈現的是不是準確啊 它都會嚴格要求 非常的有責任感 很專業 很勁責 它有永遠就是使不完的勁兒 給整個現場啊劇組啊 帶來很強的能量 海南那大山裡 小展和這些人就站在水裡 底下全是區域 真正的在這堅持著 拍了整整一下 大家都在為這些項目 然後去做出自己的貢獻吧 所有的人都把那個力 往一個地方使 我喜歡這種感覺 重新回到一部劇當中 去體驗那個時期的生活 體驗那個時期是如何奮鬥的 這種感覺其實是挺感動的 而那個年代的人 是有理想的激情 堅守一些自己內心的堅持 充滿激情的勉奈 燃燒自己實現理想 實現自我價值 想把這個故事啊 獻給平凡又不平凡的眾生 獻給每一個為了夢中那片海 不斷奮鬥 平凡但不平庸的你我他 我們那片海見 我們那片海見